哈薩克斯坦 年日爆發蘇聯 以俄羅斯為首的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派遣為和部隊到當地協助平亂 局勢在週末大致回復平靜 當局昨日說 有164人在蘇聯中喪命 被捕人數超過5000人 這場突如其來的大規模示威抗議 被外界稱為天然氣格 表面上是液化天然氣加價一倍 觸發社會動盪 事實上這兩年新冠肺炎疫情蝕虐 當地經濟持續低迷 大批企業倒閉 民眾收入不斷減少 但民生必需品價格就節節攤升 生活質素明顯下降 導致民怨爆煲 西方社力趁機搞顏色革命 破壞中俄周邊戰略穩定 甚至令俄羅斯出兵哈薩克後 在烏克蘭局勢上失去方寸 美國《紐約時報》引述俄國專家推測 蘇聯並不是單純的民怨爆發 而是68歲現任總統托卡耶夫 和81歲前總統納澤爾巴耶夫 兩個派系權力鬥爭的結果 尤其是阿拉木圖的蘇聯 是納澤爾巴耶夫的陣營 面對被削權而進行反擊 有意見認為 納澤爾巴耶夫執政長達30年 家族權貴利益盤根錯折 幾年前被迫放出權力 扶植他的接班人托卡耶夫出任總統 但自己仍然擔任國安會主席 被指在幕後垂簾聽證 托卡耶夫一直未能掌權 只是國家二號人物 在這種權力轉移過程中 必然會引發內部權鬥 掃亂大致平息後 納澤爾巴耶夫放棄擔任 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職位 轉交總統托卡耶夫 至於納澤爾巴耶夫的親信 亦涉半國罪被捕 托卡耶夫的連串清洗行動 似乎正逐步鞏固自己的地位